自行车族群5月份的营收出炉 梅丽达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8% 巨大的表现则适合去年持平表现稳健 另外呢 链条厂规模社会与客户拉货动能没有减少 营收成功改写新高记录 挥别寒冬步入炎炎夏日 也是各项运动赛事举行的高峰期 最让自行车迷期待的环发赛 也将在7月5号正式开跑 渴望掀起一波自行车运动热潮 我们希望未来几年能够随着曝光 我们成为公路车之后 还有登山车之王 近年来积极赞助公路车队代言 渴望借此激发品牌效应的美丽达 5月业绩果然强烟 达到20.97亿元 年增8.39% 劲敌巨大表现相对稳健 合并营收48.58亿与去年持平 其实无碳自行车生活 这种价值的话也深入民心了 这个是世界的潮流 今年的业绩表现 那么高于我们自己所设定 那么原本应该要做到的一个成绩了 自行车双雄成长动能不减 身为供应链 也是全球最大自行车链条厂贵蒙 当然不逊色 5月营收2.09亿 月增6% 年增5.67% 改写历史同期新高 预期今年在合并天津厂 效益显现下 全年业绩表现 渴望更亮丽 福日水陆冠宇台北报道